基础分子物理实验2 结晶动力学计算实验 实验目的 本实验使用偏光显微镜 观察样品结晶的形态与尺寸 搭配加热板 进行样品的加热与冷却步骤 与记录样品在不同等温结晶温度结晶完成之变化 并记录其影像档案 借此求取样品在不同的温度之结晶成长速率 实验设备 偏光显微镜 加热器 加热板 实验材料 聚乳酸 PLA 实验步骤 将样品放置于在波片上 升温至200度C 使其溶融 带其软化透明后 即压平 盖上盖波片 利用加热板 将样品先升温至180度C 恒温一分钟 再以每分钟20度C之降温速率 由180度C降至125度C 并恒温之 开启偏光显微镜 即数位照相机 合上加热板上盖 将加热板放置于载物台上 以数位照相机拍下结晶变化的情形 每隔一段固定时间拍照 并量取结晶之厚度 再绘制成图 重复上述步骤 观察温度改降至130度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